夏日高温在近几年越发的明显 大家可能都会把这个锅甩个温室效应 然后顺带把空调再调低个几度 继续吃喝不愁 那大家是否真的仔细想过 如果地球的气温就这么年复一年的涨下去 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还有多少年地球会彻底无法生存呢 可能很多人想过 但对于结果恐怕不以为然 因为可能这都是几百几千 甚至几亿年以后的事了 然而最近纽约一个专注于气候风险研究的非盈利组织 发布了一份惊人的报告 按照现在的趋势 大概在过30年后 美国将有一亿人 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人会用高温而活不下去 这么一说 是不是突然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太妙啊 根据纽约非盈利气候风险研究团体 First Street Foundation的一份报告 美国的极热带将从2023年的50个郡到2053年扩展到超过1000个郡 所谓极热带是出现气温超过华氏125度 也就是摄氏52度的高温地区 大家对这个气温可能还没有概念 我们可以拿沙漠气候下的地区做个对比 正常情况下沙漠地区的平均气温也只有30到35摄氏度 而在个别地点的绝对最高气温 会达到58摄氏度 而这个所谓的极热带 气温直接飙升到52度 那可以说人类是完全无法很好地生存下去 尤其是在室外环境 研究表明被极热带覆盖的地区 会增加中暑 心血管问题和死亡的风险 这份调查报告还指出 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地球暖化 对美国人口密集区和房市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时代上升了摄氏1.1度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的数据 热浪惊吓席卷美国多数地区 德州气温创纪录 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到东北地区的气温 上月也接近几度水准 在今年5月的时候 德州局部地区录得112华氏度的高温 这创下了这几十年来最高的气温记录 与此同时 科罗拉多州 亚利桑大州 以及新墨西哥州 也都录得了9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First Street Foundation指出 暴露在这种极热气温下的人口 将从2023年的800万人 增加到2053年的1.07亿人 报告表示 高于华氏125度的极高温的新增地区 将集中在美国中部 从德州北部延伸至印第安纳州 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 容易受极高温冲击的前五大城市为 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 田大西州的孟非斯 奥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和伊利诺伊州的 芝加哥 这份报告同时也记录查看了 各地气温超过华氏100度 设施38度的天数 结果发现 包括德州四个郡和加州一个郡在内的五个郡 每年有超过100天气温超过华氏100度 而未来气温超过华氏100度的天数 增加最多的地区将大致于太阳带重叠 该地区从佛罗里达州延伸至南加州 根据人口扑杂局的数据 在美国人口成长最快的十个州中 太阳带占据了其中六个 事项 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城市 打拼下了家产 一时间被高温所笼罩 变得无法居住 恐怕就很难接受了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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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